那麼我們即將進入到第三個階段 第三個階段只有兩位講者而且非常特殊 一位是學思達專校在課程上面的一個負責的老師 還有一個是學思達在馬來西亞的一個社群的一個經營的過程 所以先借用各位的雙手我們先歡迎一倫老師 帶領的是學思達專校 各位夥伴好我是一倫老師 我服務於台北玉達高中 這是一所學思達專校 在2020年三年前我們遇見了學思達 遇見了張輝誠老師 一路從教師的徵選學校同伴的招募 一直到教學環境的整修學思達大樓的成立 以及迎接新學期課堂的到來 在專校裡面每一位學思達每一位老師 都會接受學思達的培訓 參加學思達的研習講座 工作方進行課程討論 當老師有一點小小能量的時候 輝誠老師也會推薦我們的教師 到外地的工作方進行分享 交流和互動 帶進更多的想法 進到學校來進行教學 在學校裡面 我們有豐富滿滿的 學思達基金會給予的資源 包括有核心教師到校來指導 像是有黃彩霞老師 洪碧遠老師 那輝誠老師也帶領著我們進行 三人小組的師生對話練習 我們更有機會到不同的學校去觀課 議課 那輝誠老師也帶領著我們透過不同的方式 精進教學 而學思達在學校裡面 貫穿著各個學科的教學與設計 或許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的新進老師 可能在教學講義設計上 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但是老師透過參加社群 不斷地精進 累積自己的能量 也可以設計出非常棒 和調整出更好的講義 帶給學生滿滿的教學 在學校裡面會看到孩子 充滿著的眼神 那這張照片呢 是我的教導組長 他坐在我的右手邊 當他在A區域工作的時候 就是他在處理行政辦公的時候 當他轉身到B區域的時候 就是我千萬不可以找他的時候 因為他非常認真 在設計學思達的講義 他是一位弟弟老師 那這張照片 你可以看到我們孩子 在學思達的教學之後 他已經養成積極主動發表的能力 那尤其是右上角 他是孩子帶著自信 充滿著非常愉悅的眼神 表達他的想法 那在小學的部分 學生透過平常的課堂訓練 已經養成自學思考表達的歷程 那在今年的過程中 我們接受了教育廣播電台的採訪 這一位是二年級的恩恩同學 他很自願地要爭取這樣的採訪 那甚至他在前一天 都已經把自己的講稿 用注音搭配國字的方式準備好 來找老師練習 即便到前一刻 他還是緊接著練習的機會 然後接受著教育電台廣播的採訪 那在學校中 我們支持了老師 進行不同的心境想法的訓練 那這次一堂Design Thinking的課程 老師 我們的老師進行著 透過專題的方式 帶領的團隊老師 進行設計思考訓練 然後一起共備課程 我們也希望把新的觀念 帶給學生 然後結合到課程中 讓我們的教學更好 遇到高中的雙語部 C所學思達專校 有國小部 國中部 跟高中部 行政團隊給予老師最大的支持 那老師也是我們學校最大的資產 我們希望透過翻轉教育 讓教育更好 We make education better 以上是學思達專校的分享 謝謝 謝謝一輪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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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